各位网友,大家好。很抱歉,我这几天在忙着恢复我的手机,因为我的手机在无意当中把系统给恢复到老版本了,结果很多应用程序都给清空了,所有都得重装。 所以直到今天我才能够在此履行我的承诺,在几天前我承诺就是第四部分,这个系列第四部分就要上线,这个内容它是由我所使用的网上收音机, 主要用来听这个主流媒体的这个新闻电台。 对于上班族来说时间有限,如何选择适合的这个收听工具,来及时的获得各方面多元的立体的这个新闻和评论, 这些新闻电台的新闻电台。 所以我今天就从我使用的工具开始。 因为我那个手机呢,还在恢复当中,我只能是换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呢,实际上就是我平时在家呀,当收音机使用了。 在这里,我所使用的收音机呀,一个是龙卷风收音机,一个是Tuning Radio。 这两个,一个是国外老牌的网上收音机,还有一个就是国内老牌的收音机。 呃,他们都已经拥有悠久的历史,深受这个网友的欢迎。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要选择使用这两个网络收音机的时候哈,呃,最好是从Google商店,Google Play商店去下载。 因为,如果是在国内的这些应用,呃,市场上去下载的话呢。 呃,龙卷风肯定是只有国内的电台,而没有国外的电台。 所以达不到收听国外台的目的。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 呃,我们再看看啊。 在使用的时候,呃,我仅就我平时的一些经验啊。 呃,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当然,呃,如果各位网友啊,还有其他更好的工具啊。 呃,我真是希望大家在这里呢,进行一个交流。呃,互通经验,互通有无。 呃,我现在使用的这个龙卷风。 呃,这个网上收音机呢。呃,呃,我预存了有美国之音。 这个网广。 以及自由亚洲。 但是,呃,自由亚洲,RFA。 但是这个自由亚洲呢。 我现在已经很长时间。 到目前为止啊。 我印象得有一两三。 有一两年都无法正常使用。 所以,呃,在这个工具里呢。 这个自由亚洲,呃,好像,呃,没法实现正常收听。 呃,那我就从这儿开始讲吧。 我是怎么样去采用的替代方法啊。 呃,我是这样替代的。 就是利用啊。 我们这个浏览器。 登陆到自由亚洲这个电台的主页。 RFA的主页。 然后呢。 把主页下滑,下滑到这一部分。 很好的一个收听链接。 这两个收听链接有两种目的吧。 一种是同步,一种是广播库的形式。 同步呢。 当然,就属于,呃,像是听收音机一样。 像收音机一样去播放实时的新闻和评论。 我们试试。 龙先生说,李文亮医生因为说真话受到了惩罚,不仅自己失去了生命。 而且因为政府掩盖真相,导致武汉人民目前有上千人死去。 这就是。 2月11号,来自民主与共和两党的。 实时的。 2位美国参议员推出决议案。 自由亚洲电台。 同步收音的。 吹哨人李文亮医生。 决议案还呼吁中国政府及中共提高有关打击疫情的透明度和配合度。 最后,让我们以中国女诗人李秋瑶的类文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语。 大官,如果他的死不是谣言,恳请你能参加他的追悼会。 我们知道,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伤势肯定从简。 但他的遗像要大大的放在正中间,不要再次抒情他的事迹。 怎么样,这个声音很流畅。 当然跟我们选择的今天的这个翻墙的节点,跟今天的网络环境也有关系。 但这种方法呢,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 这是警醒世人的吹哨人。 大官,干嘛阻拦不让人说? 好。 哦,对了,大家听到我这个声音之外,是不是还有叮咚? 叮咚,这种声音。 我实在,抱歉,我没办法找到这个声音发起的原因,发出的原因。 已经很长时间困扰我。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再从哪些方面去查找这个原因。 暂时大家先忍受一下吧。 如果谁有高招,给我提一下建议,去找到解决的办法。 谢谢你们给我找一个更好的办法吧。 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刚才看到了我的这个自由亚洲同步收听的情况。 然后还有广播库这种形式。 好,大家看到这个广播库呢,就是它把自由亚洲所有播音的音频文件,在播音之后两三个小时吧,就会放在这个广播库里。 可以由听众呢,下载,收听。 这种方式,下载以后,如果再拷贝到手机上,下载在手机上,保存以后收听,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当然对新闻来说的话呢,这个时效性就会差一些。 这个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我呢,跟大家要说明的就是,自由亚洲的这个电台,它是每天的七点钟这个时候啊。 它是一天节目最新,最早的新闻的开始时间是从七点这个时候。 是播送当天的最新的新闻。 所以我一般是注意就是收听七点到八点之间的这个新闻。 这是广播库的一种形式。 所以呢,我通过这个方法就弥补了我这个用龙卷风收听的这个缺陷。 它不能够收听自由亚洲的这个节目了。 现在。 当然还可以用tune in,tune in 呢,还是可以的。 但是tune in呢,经常会遇到你如果使用的这个节点不合适。 它也会进行限制,也不允许你收听。 好,现在。 自由亚洲的收听的这个替代方式,我先讲到这。 好,我们再看看,龙卷风在这个收听之前呢,我们先把我们想收听的这些电台呢,先保存起来。 做个相当于电台预制。 在这个预制的时候呢,方法是这样的。 你可以在这里把它的关键字,比如说RFI,就是法广的关键词。 在这里面呢,你就找到法广的电台。 然后呢,在这个跳出来的新图标,新型的这个图标,点击确认。 诺德莱恩在周一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新冠病毒继续在欧洲蔓延,而欧盟持续协调会员国准备工作。 这样吧,我再增加一个电台演示一下吧。 在这里呢,BBC的广播,很长时间我都没找到。 不知道它的这个中文电台,不知道是不是还存在这个中文电台的广播。 如果还存在的话,请网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这个收听方式和网址链机。 我们随便选择一个啊。 好,看到这个新型的这个标志了吧,有个加号。 如果,如果你选择的这个电台准确无误,效果还行的话,只需要点一下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被列在你启动之后的这个列表之下。 要取消的话,打个X就可以取消。 好,现在呢,我已经存住了这个BBC这个音乐台。 我同时还存过KBS和NHK。 因为韩国,日本现在的疫情呢,也很严重。 现在我也每天听一听这个NHK和KBS的新闻。 NHK。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所以每个电台呢,我们都听一听它的头条。 然后同一个事件,大家不同的角度去报道。 然后我们会得到我们的主观判断,是比较贴近事实的。 不仅仅是国外台。 国内台,我建议大家也听一听,特别是新闻联播。 我每天七点的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我也是必听的。 在这个收音机里也有它的半音,可以搜索CCTV-13去搜索。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题,产学研相结合的疫苗研发和产业化体系。 有些时候,最新的动态也需要从我们新闻联播得到。 因为它播出的这个新闻,毕竟是当时发生在国内最早的事件的一个时间点吧。 是比国外的新闻要早一步。 当然我们听,那就是采取另外一种态度。 我们去分析,去从中揣摩它所暗含的东西。 大家不都说,中国的新闻联播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都不相信吗? 好,这个RFA我是一直没有成功收听的。 一直没有成功收听,有两三年了。 好,这就是龙卷风收音机的使用方式。 我们再看一看。 Tune in Radio Tune in Radio Tune in Radio 也是一个不错的网上收音机。 但是呢,自从几年前,肯定也是遭受了压力。 他对国内收听的这个电台,在国内收听国外电台的时候的这个情况,他进行了一些限制。 我们已经很难不翻墙能收听国外的电台。 现在。 现在我不太清楚,最新版本的这个Tune in,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限制。 反正我之前是发现过,比较新的版本在收听的时候,不仅是广告多,而且又增加了一些对国外台的各种限制。 挺烦人的。 所以我呢,一直保留我的这个老版本,不去更新它。 在这个电台收听的时候呢,存放我们平时被选电台的方式,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进入这个电台搜索的页面。 我们找一个NHK吧。 NHK中文。 有没有。 NHK中文。 现在还看得着。 NHK中文。 HK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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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HK中文。 没有 我就随便拿个台进行演示吧 好 如果大家满意要收藏这个电台 把它选中之后呢 点中右上角的这个新型按钮 对它进行关注 添加关注 你是添加电台呀 还是添加什么 关注一下 好 添加关注 等下一次直接启动这个电台 它就会在列表当中出现 好 这里面我存了 VOA 看看这个 自由亚洲电台 能不能收听 因为我这个节点 有可能导致它不能收听 今天还可以 越是对专家甩锅地方和地方甩锅国家卫健委之类的内幕进行连篇累度的炒作 就越是越是能激发普通百姓对已经下台的武汉和前党委扶责人的怨分 CNN CNN好像被拒绝收听的情况比较多一些 在你们国家这个电台是不可听的 诶 它的限制 好像分区域 也摸不准是怎么样去确定的 CNN也是美国的 这个RFA也是美国的 我想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一个限制的条件 好 万一遇到这种情况 大家如果更换一下我们的网络节点 也许就能解决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所介绍的这个上网方式 上网翻墙的方式 这个免费节点 我们再复习一下怎么样更换 我们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然后呢 我自然选择美国了 CNN是美国的电台 或许选择它 就可以解决问题 试试 哦 好 连上了 我们再回头去播放CNN 看允许我们收听不 很奇怪 VOA看来可以收听 它就不允许我们CNN 这个电台播放出来 我们再换回来试试 我想不应该这样了 来了 看来我的选择还是对的 在美国的节点 收听美国的电台 看来是OK的 好 这就是我们用 TuneIn Radio去收听的时候 保存电台的演示 下面 大概给大家 介绍一下我平时收听的时间选择 这个时间选择 是多年来我摸索的 也许不太 也有不正确的地方 希望大家指出 我每天早晨 6点 如果是醒来的话 我会收听 法广 他的第一次广播的 头条 大概一刻钟 在这一刻钟 收听到当天 当然是法广的最新的消息 如果没有时间 听完这一刻钟之后 我还会另外再选择一个时间点 就是7点钟 7点钟 选择收听 我们刚才介绍的 自由亚洲的整点 7点的新闻 大概10分钟 到20分钟的 新闻头条 同步收听 然后呢 在 这中间的时间 就是 穿插的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再听一听 VOA的节目 会有他的 一些新闻 和 他的一些评论 这个VOA的评论呢 有一个时间的评论 我觉得是 很不错的 一个 节目啊 是在 是在 5点半 到 6点之间的 是 我很喜欢的 一个 一段 节目 我指的是 VOA的 可能 可能 他的名字 那个节目的名字 叫 大家谈 新闻 大家谈 新闻 大家谈 大家谈 然后 还推荐 大家收听的一个很不错的 法广的节目 是在他的 每周 周六和周日 都会有播放的 一段节目 在他网站上呢 也有他的文字的资料 叫 微言 微语 很棒 这个节目 每一期 我收听 他讲的 非常 在理 而且 引用 当前 网上流行的 评论 就是网友的评论 和一些段子 很精彩 我推荐大家 为了 我看他有没有音频版 音频 好像 他有音频的 我给大家 播放这么一段 大家试听一下 各位听众大家好 据新华社 26日消息 一部题为 《大国战役》的图书 即将在 中宣部 国务院新闻办 指导下 由五周传播出版社 和人民出版社 联合出版 这部200万字的图书 集中反映了习近平 在中国 抗击新冠病毒 全民战争中的 大国领袖情怀 使命担当 战略远见 和卓越领导力 全景师介绍 中国人民 在以习近平 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下 取得抗疫 阶段性进展 和积极向好态势 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 显著优势 这则以大国战役 领袖英明和其 庆幸为题 发出的消息 被许多网民 当即视为高级黑 正如湖北作家 方方在当晚的 《武汉封城日记》中 所写 我们都还被关在家里 足不能出户 而另有一些人 却已经在大唱送歌 连胜利的书 都看到了封面 如果这不是恶搞的话 武汉人有什么话可说呢 焦躁也好 烦乱也好 我们都得忍下来 是不是 胜利也是你们的胜利 网友王冲发帖说 美国研制了瑞德西韦 日本研制了15分钟 搞定的测试仪器 中国出了一本书 指导世界人民抗疫 网友张普发帖说 当武汉病毒的魔影 还在中国游荡 当感染的病人 还辗转呻吟于病榻 当人民还在 为病死的亲人哀嚎 而造成这场巨大灾难的 中共政权 已经在庆祝胜利了 看看吧 喉舌们在吹嘘什么 中共政权将在 无数家庭的破碎 无数生命的摧毁之后 变得更加强大 成为最后的赢家 这个狼心狗肺的政权 另有网友发帖说 起源于中国武汉的 新冠状病毒 由于习近平定于 一尊的独裁官僚体制 为满足他歌舞升平的 所谓太平盛世 故意隐瞒疫情 导致病毒大规模的传播感染 在习近平亲自领导 亲自指挥下 如今已肆虐全球 给全世界各国人民生命 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好 这就是收听的一个片段 这个节目呢 是每周法广周六和周日 它都会有更新 还有一个值得推荐的 就是夜化中南海 是属于自由亚洲的节目 是属于自由亚洲的节目 我呢 现在 是讲的 如果大家 没有时间 自己去收听 国外电台的时候 用什么工具 采取什么方式去 收听更 高效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 我是不是 将来做一 一种形式的节目 我来把 各个 主流电台的 新闻 和精彩的 评论节目 采取直播的形式 向大家 进行 播放 这样的 大家 通过YouTube 去看直播的 信息 或者 事后 去找到 直播的内容 大家下班以后 比如是在 八九点的时候 去看一看 当天早上 发生过的一些事件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 喜欢 这样的 一 一种 形式 我 下一期 下期 想 进行一下 尝试 希望 大家 有什么 想法 可以 与我交流 好了 我剩下的 这个时间呢 我还想 向各位网友呢 讨教一下 讨教什么 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 很久以来 我们 想 去收听 德国的 国际广播电台 想去收听 BBC的 广播电台 中文节目 我就从来 没有 找到过 他的 电台 链接啊 或者是 网上 收音机的 电台 存在 不知道 大家 有没有 找到 如果找到了 的话呢 希望 我们在这里 进行个交流 让大家 得以分享 你们的 这个 电台的链接 好的 我们 下期再见 嗯 我尝试 进行一些 直播的 大会集 给大家 分享 祝大家 一切 安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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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